红糖馒头做到各个开花 香甜松软 你也可以 100克红糖 用270克热水融化 放3克酵母 500克面粉分多次加入 搅匀至这种状态 不用揉面 密封放温水中醒发 两倍大并有大量蜂窝状 放红枣 15克玉米油 简单揉匀即可 做成小剂子 大概55克一个 我做了16个 上锅二次醒发20分钟 水开大火蒸15分钟慢5分钟 家人说比上次做的还好吃